拿下2019U18世界杯棒球賽冠軍的中華隊 今日下午反抵國門 除了有體育署長高俊雄等人前往階級外 現場也湧盡了百迷熱情球迷 在這邊代表棒球小位顧理市長 恭喜我們U18中華隊拿到世界準標賽冠軍 希望這次的冠軍呢 在冠軍戰拿下勝投成為本屆賽是MVP的投手一千 也在現場透露了當時的心情 至於在鼓手手臂時對攝影機挑眉 帥氣度破表而圈粉不少的羅偉傑 更是在現場媒體要求下 眾獻當時模樣 魁偉九年再次問鼎冠軍 並且斬斷美國五連霸美夢 周宗志總教練歸功於團隊的共同努力 也期待這樣的好成績能成為好兆頭 繼續帶動年底的十二強賽事 我們過於是世界中華隊的消費 我們過於世界中華隊 我們過於世界中華隊的武器 成為了一名的 空間是世界中華隊的尚蝶 在世界中華隊的尚蝶 駿沛 幸福 我們過於世界中華隊的尚蝶